公认丑男却女友无数,他在女人身上花20亿,临终凄凉无意女友陪伴 一个人如果交女友无数,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人要模有钱要模长得帅气 毕竟有这么多女人愿意为他折腰嘛 但小八今天要讲的这个男人有点不一样 他不仅和帅不沾边,还因为长相丑陋被列为台湾三大丑男榜首 没错,这个人就是黄润忠,他的长相小八实在是不敢恭维 不过黄润忠能吸引这么多女人必然是有过人之处的,既然没有过人的长相 那他肯定有过人的财富 没错,他确实身价不菲,还登上过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呢 因为显赫的家世,黄润忠结识了很多权贵,自己创业也赚了不少钱 从开一间小修理铺到成为台湾第一代科技新贵 黄润忠巅峰时期身价过百亿,所以他登上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也没什么稀奇的 他身价达到顶峰是在他四五十岁时,他表示人生有这些钱够了 他想着趁自己正值壮年还玩得动,要好好享受一把 于是安心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黄润忠除了钱多,身边的女人也多 他曾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自己一生热爱美女,女人就是她的生命原动力 果然他退休后身边一只美女如云 而且他酷爱和明星交际 和邓丽君、林青霞、钟楚红等大明星来往相当密切 令人咋舌的是,他甚至还有一栋专门用来养美女的豪宅 里面经常住着不下十个美女,且每一个都是知名人物 果然美女都想嫁入豪门啊 但能把这么多情人安排在一栋房子里,小巴觉得黄润忠也是厉害 黄润忠的一生荒淫无度,他结过四次婚 每一次都是因为他的不专情而导致婚姻破裂 其中最有名的是他的第四段婚姻 他当时的妻子是台湾艺人徐贵英 徐贵英本认为黄润忠风流却不下流 再加上他愿意娶自己就说明了自己是他最爱的人 于是便嫁给了他 但这一切都在陈宝莲出现后变得不一样了 黄润忠在第一次见到陈宝莲时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之后他对陈宝莲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有一次黄润忠想请陈宝莲吃饭 但陈宝莲在深圳演出没有时间拒绝了他 他竟不死心直接租了一架直升飞机 在两个小时之内赶到深圳并和陈宝莲吃了一顿饭 陈宝莲在当时是有名的燕心 黄润忠邀请他去台湾发展 还认他做了前女儿 黄润忠对陈宝莲确实很上心 和对其他女人不一样 就这样 在他的强烈攻势下 陈宝莲也爱上了他 丝毫没有顾忌所谓的干爹与前女儿关系 这一点渠贵因也有所感觉 百般劝阻黄润忠 但黄润忠当然是不听了 两人的婚姻就此破裂 黄润忠虽爱陈宝莲 但他生性风流 又怎么会愿意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 而陈宝莲为了争宠出现了精神问题 经常大吵大闹 黄润忠忍受不住 狠心和这个深爱的前女儿断绝了关系 后来陈宝莲在生下一个儿子后 跳楼自杀 他的儿子长大后和黄润忠长相相似 不少人都认为是黄润忠的儿子 陈宝莲去世后 黄润忠又和香港艳新郑艳丽在一起 有次他带着包括郑艳丽在内的六个美女 一同出席了一场古董拍卖会 并在拍卖会上一致千金 有钱果然任性 有媒体曾问黄润忠在女人身上花了多少钱 黄润忠说 没算过 不过 我可以说 这二十年来 如果每年花一亿新台币的话 那么二十年来就花了二十亿 也都已不在 陪伴他的只有家人 和早前因为测瘾之心 收留的一个前女儿 曾经的百亿富豪 辉煌时女友无数 临终前却只剩亲人陪伴 大概连黄润忠也没想到自己的下场 会如此凄凉吧 黄润忠的这一生 达到过巅峰 也跌落过谷底 小巴也不免感慨他 这一生真是丰富多彩啊 喜欢这篇文章吗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